好,我们一个传福音的工具,一个可以用来传福音和人们开始聊天,来帮助他认识耶稣, 就是和他讨论到人死是否好像灯灭,因为中国人很多时候都会说人死如灯灭, 那是否真是人死如灯灭呢? 这里都有两本书,右手边有两本书的封面,真是有天堂,天堂地狱的启示, 左边有一个图,这个图代表有很多人以为死了就没了, 但原来很多人发现这个经历是真是好似圣经所说, 我们人死了不是完了,我们是会面对审判的,面对神的, 真的有很多人的真实经历,也有很多医生的见证, 所以今天所说的一方面有圣经的经文, 另一方面有医生和护士和科学家的见证, 首先我们认识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我们未必全部用完, 这些经文未必全部用完,因为神是绝对圣洁, 他一定要审判世人,怎样用法的次序其实是好在乎个人的, 重点就是我们个个人都会见到神, 即是人死了不是如灯灭的,圣经有讲到的, 我们开始对话未必用这些经文先, 稍后我们会有一些讨论的方式, 聊天的方式可能就跟他讲到, 譬如你有没有关心你这几十年住的屋呢, 人都很关心,譬如很简单, 如果你家屋今天厕所漏水,你会不会很挂心, 即是如果厕所漏水呢,你会不会很担心, 死了,家里怎样算呢,今天回去会怎样呢, 或者你出门的时候,死了,火炉开了不见一色, 可能大家都很害怕,开了火炉不见一色, 即是有很多我们现实眼前发生的事对于我们家有影响, 我们都一定很担心,如果这个世上几十年时间, 我们都挂心,那为何以后几无限量的时间, 人就不挂心呢,到底是否真的有以后的面对, 我们的灵魂是否仍旧存在,是永远面对神的呢, 是否真实,有甚麽证据呢,我们怎知道是真实呢, 这是可以一个对话的,当然有些人一听就立即无兴趣的, 但当我们有时跟人去思想,的而且确会引起一些人的思考, 例如我自己为何开始会想到神呢, 其实我很小过去过教会的学校,又回过主学, 因为家人放了我们在那里,好像托儿那样, 放在那里,就回了,但根本不明白的, 而到中学的时候我就在想,那些人信耶稣, 其实是否真的有神呢,或者其实都是哄人的, 给些苦如之辈,我当时中学是这样想的, 但后来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有个这样的想法, 我说,那麽辛苦,读书为了什麽呢,我自己就想了, 读书为了赚钱,赚钱怎样,将来怎样,结婚生仔, 然后怎样呢,老了,病了,最后死了,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说,做人都是几十年, 不如只是现在开心,其实你几叻读书或者赚钱, 多少都不是紧要的,不如最紧要都是现在开心, 所以我当时的心态就说,只是几十年而已, 怎样生活都不紧要,最紧要开心, 但后来有一次我看了一本科学的书里面, 居然说到,在一本物理学的书, 作者在前言那里说,这个世界这麽有设计, 是否就是神呢,其实他是信耶稣的, 不过他用一个方法引起人想, 我就想他,如果有神有天堂, 就跟我初头想的就不同了, 初头想想就死了就没有了, 但如果死了之后,是仍然生存, 真的有神呢,就很不同了, 于是我就很有兴趣, 后来就,其实我在Facebook, 在业牧或者是福兴宣教事工, 英文就是GFMM, 你想找Facebook, GFMM或者是福兴宣教, 已经应该找到的了, 业牧是另一个, 我都放了我的见证, 用文字写在那里, 然后后来有机会有基督徒跟我说, 我就很想知道是否神真是真的, 但我跟很多人谈过, 发现很多人就没有什么兴趣, 很多人是对于有没有神有没有天堂, 我说没有兴趣, 不过有时我们跟他聊天, 总会有些人引起他的兴趣, 尤其是小朋友, 我们不是去哄小朋友, 而是因为小朋友未曾被这个世界影响, 因为当人在这个世界受影响的时候, 他的心就硬了, 没有神的, 这些骗人的, 他们那些西人想影响我们, 中国人, 所以就带来西洋宗教来, 其实是假的, 但其实圣经是很多语言, 我们之前也有讲到训练, 讲到圣经的预言, 圣经的可信性, 那些考古的证据, 经历性的证据, 而今次这里讲到就是死亡, 在死亡的经历, 证明人死了不是如登灭, 真是人有灵魂的, 这些经文有什么用呢, 是我们在适当的时候, 我们最好练了它, 记得它, 记得这些经文, 我们一起读这两句, 按着定名, 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件所记载的, 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 即是我们有时跟人谈的时候, 都可以跟他讲到, 神定了, 就是人人都有一死, 死后且有审判, 我们个人都要面对神的, 面对审判的, 每个人按着他所行的, 受审判的, 这就是我们在某个时候, 传方的时候, 未必第一句讲, 但我们知道有这些经文可以使用的, 下面这些经文也都讲到, 将来我们都是要, 我们所做的一切, 面对神的审判的, 一起读,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事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各人的行为, 报应各人, 凡在者淫恋罪我的世代, 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恣的, 人只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众天事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恣的, 最主要用上面的经文, 就是神耶稣在父的荣耀, 同众事者降临的时候, 他要照各人的行为报应各人, 他要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为, 来到报应我们, 我们做什么都要受到报应, 我们感谢神, 如果只照我们的行为, 我们一定落地獄, 我们感谢神就有耶稣的救恩, 耶稣为我们钉死, 我们就要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就可以去到天堂, 所有的罪得到赦免, 圣经也讲到审判案行为, 如果说高林德后书五章十字一起读,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各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行善的復活得生, 作恶的復活定罪, 就是我们个个都在基督台前显露, 每一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 就是我们所做的, 这个善恶就不是指世人的善恶, 世人就指给些钱乞衣, 收桥捉路, 起路, 那叫善行, 但圣经所讲的是按照神的方式去爱神, 爱人, 去传扬呼音, 去遵从神, 这些就是善, 恶就是没有跟从神, 没有信靠神, 并且各样的罪都是恶的, 而行善就復活得生, 作恶的復活就定罪, 即是个个人都復活, 人死了之后, 将来有一日都要復活的, 而有些人就是他们听神话, 就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主人说, 好, 你者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这要讲到, 这就先说, 或善或恶, 当我们有善良遵从神的时候, 神就说, 你是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下面又讲到良善和忠心的关系, 良善和忠心有什么分别, 有什么关系, 我们有三个什么, 可以入了电了吗, 入了, OK, 有没有人想回答, 这两样的分别在哪, 大家都不要介意, 有时会有些给大家即时回应, 可以大家讲一讲, 到底良善和忠心有什么分别, 有没有人想回应, 其实良善和忠心是一对, 为什么呢, 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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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个心是有善意, 你讲出来, 说话是有平安的, 有祝福的, 忠心就为那件事, 是深尽力去做的, 所以你第一批的, OK, 好, 多谢你, 良善和忠心, 你也有讲到的, 如果详细讲出来, 良善是讲这个人生命的质素, 生命的本质, 就是善良的, 有神的良善, 有神的爱, 有神的关心人的心, 怜悯人的心, 这个就是良善, 忠心就是忠心做, 忠心做神所吩咐的事, 去爱神, 去传扬呼音, 建立人的灵命, 所以有一天, 我们见到神的时候, 神就会问我们, 是否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仁, 如果这些是良善, 有忠心的仆仁, 就可以享受什么呢? 享受什么? 有谁想回答? 很清楚的, 享受什么, 即是形容给我们听, 天堂是怎样的? 主人的快乐, 即是天堂是怎样的? 快乐的, 快乐的, 天堂是开心的, 形容天堂是开心的, 所以呢, 我们不要想着信耶稣, 就是把这块面, 其实信耶稣是可以开心的, 因为神就是一个开心的神, 天堂就是开心的, 好了, 也都讲到, 我们讲到审判, 但也都讲到将来一日, 这些信耶稣, 其实刚刚这个经文就讲到审判, 之后那些听话的人呢, 就会得到神的清债, 并享受主人的快乐, 又形容到这个天堂的那种福乐, 一起读, 神要拆去他们一拆眼泪, 不再有死亡, 又不再有悲哀哭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以后再没有就作, 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我们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 跟那人讲, 在那里, 你不会再担心的, 不会再不开心的, 是有永远的福乐, 是非常之好的, 好了, 另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用, 讲到这个主题就是讲到, 人死不是如灯灭, 就是这个经文, 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比喻, 一起读一下, 劳卡夫音十六章十九节,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葡萄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燕乐, 又有一个土饭的名叫拉撒路, 混身三仓,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击, 并且久来填他的仓, 后来那土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阿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的望见阿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哭着说, 我祖阿伯拉罕, 可怜我打法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量量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阿伯拉罕说, 你光回想你生前享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如此,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判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 这个比喻, 所讲到有两个人, 一个是财主, 一个是黑衣, 叫拉撒路, 拉撒路生仓, 只吃那些主人的食物, 然后拉撒路死了, 被天使带去阿伯拉罕的怀里, 所以这里也讲到一件事, 就是基督徒死的时候, 是有天使来接他们的, 我们都有听过这些见证, 其中一个, 这个比较特别, 其实他家人不知他见到什么, 有些就知道他见到天使, 有一个婆婆我跟他祈祷, 他本来医生说他一定很痛苦的, 但结果他在临终之前一直都没有痛苦的, 他并且是本来信佛的, 但他祈祷很舒服, 他就信耶稣, 并且愿意拆偶像, 有一晚他的女儿就见到他, 望向天花板, 其实他很多时候都睡觉, 但他一晚忽然开眼, 望着天花板由一边望到另一边, 一路望到一路笑, 他女儿就觉得他一定是见到一些很特别, 因为他有成大半年没笑, 因为他有四人病, 就是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 神衰竭, 他是很严重, 所以他不会笑的, 但那一晚他在笑, 他女儿就觉得他一定是见到天堂的东西, 或者天使, 或者见到耶稣, 总之他整个人是很开心的,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 原来信耶稣的人, 他死的时候会天使接他去, 会见到天上的景象, 这个黑衣被天使带到阿伯拉罕的怀里面, 而这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 就望见阿伯拉罕, 又看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这是一个比喻, 事实上在地狱的人是见不到天堂的, 不过他一个比喻去形容, 他就求阿伯拉罕可怜他打法拉撒路, 用指头尖沾点水涼涼他的舌头, 因为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 哇, 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 其实小小的水有什么作用呢, 即是真的没什么作用, 不过都好一阵, 但阿伯拉罕是不给他的, 还告诉他, 你我中间有深渊限定, 所以人要由这边过到你那边又不行, 由你那边过到我那边又不行, 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记得, 记住这个比喻, 呼阴性茶经讨论问题了, 问他, 你关心你将来住的地方, 如果你家很热或者被人羞耳, 或者漏水漏电, 厕所漏水漏水, 这件事很多人都很即时有反应, 如果你家的厕所是不断水走出来, 不断停到的, 或者已经满大便, 不过那些水流涌出来,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害怕, 一定很担心, 如果家是这样的时候, 是会很辛苦的, 即是你见到原来家有问题, 你是几惊的, 或者有些人说, 整天家有人在那里, 一天在那吵, 一天在那吵吵, 或者旁边是个火炉, 或者有些屋, 我们试过去宣教时住的那些屋, 那些酒店是满了那些霓虹灯, 在那窗口整晚吃十吃十, 闪下红灯黄灯, 整晚都是这样闪下, 如果住的地方都是这么多骚扰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很辛苦, 然后我们讲出一个经历, 这只是一个科学性事实, 来加强圣经所说的, 人死不是如灯灭, 并且我们会遇见, 面对面见神, 我们要面对神不是完, 我们人死后且后审判, 有很多医生和护士发现急救, 曾经心脏停止的人, 他们以为他死了就无知觉, 怎知他说我看到谁救我, 谁做过什么事, 讲过什么说话, 有些科学家就很大规模研究, 是大规模研究这个现象, 他们研究的数目有成千万个, 就发觉死了之后被救的人都有类似的经历, 就是他见到周围发生什么事, 并且信的人, 就有些见到耶稣天使和去过天堂, 经历极大的喜乐和接纳, 真的有很多人死了并不是好像灯灭, 其中我曾经看过BBC有个影片, 英国广播公司, 就有一个女歌星, 她在脑头中间有个流, 一定要割, 割的时候脑要剖开, 剖开之后将脑脑除去, 然后将它乱回, 当它这样剖开的时候, 血便流出来, 所以血要停止, 要停止, 所以它一定会死, 然后医生在尽快的时间, 将它那个瘤切除之后, 即时将血液拼回, 所以过程一定会死, 这些研究, 这些死后的现状, 他们就叫贫死现状, 其实这个词是不对的, 为何呢? 贫死即将近死, 好像临时死, 但其实它真是死, 真是心脏停了, 他们知道这个人是会死, 将它耳朵和眼封住了, 让它听不到东西, 看不到东西, 然后记录当时每一分钟发生什么事, 然后看看这个人能否说出来, 这个人结果是救了回来, 有些真的救不回来, 他救了回来之后, 他就说, 他说什么呢? 他说我见到, 他说我在医生的, 即是, 他是灵魂出来了, 他说我在医生的膊头上, 看下来, 见到我自己, 他见到你们, 因为他们西人就用句说话, 就是, We will saw your head open, sore即是鞠, 我会鞠开你的脑, 他英文是这样讲法的, 他说你都不是用我鞠, 他用过转的, 他形容鞠头, 好似电牙刹, 然后, 他说, 好似我爸爸以前整车, 有不同的鞠头, 有大到小, 有个盒装着, 然后他用大鞠, 小鞠, 就转开他的脑, 他说出这个仪器, 第二件事他说出, 他未入手术房, 他已经用迷弱令他昏迷了, 所以他根本是不知道, 看不到, 按照人是看不到的, 但他说我灵魂出来, 我看到, 你们做什么, 他说了一句话, 有个医生和另一个医生说, 他说这边的动物, 因为他要由动物, 入一条管, 入去他的身体里面, 在腿里的动物, 那医生说, 他这边的动物很小, 入不到, 那医生就说, 你用另一边, 这一个女歌星就说得出, 他说过这句话, 然后他又说到, 他见到那些死了, 信耶稣的亲人, 然后他后来回来, 有很多不同的故事, 有很多人写, 很多人作见证, 是可证实的经历, 第一是去天堂, 第二, 有很多不信的人去到地狱, 经历很大的痛苦, 和他回来之后, 生命有极大的更新改变, 即是那些去过天堂, 地狱那些, 有很大改变, 因为他知道人生不是如灯灭, 也有很多书记载这些经历和研究, 这些是一个参考, 给我们看到人死不是如灯灭, 我们知道人有灵魂, 并且有天堂地狱, 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天堂地狱, 你有没有听过这些经历呢, 以下是下面一些书, 真有天堂这本书, 90 minutes in heaven, 上网都可以看到的这些, 有个人撞车死了, 是被一架大货车滚上他的车, 他身体有很多骨都断了, 还有有几寸的骨是飞了, 不知去哪里没有了, 消失了, 是这样的情况是完全死了, 当他撞完车之后, 后面就排了很多车, 排了长龙, 你想想撞完车, 后面又不能动, 很长龙, 有一个车里面有一个牧师, 神就跟这个牧师说, 你去为这个死人祈祷, 他就跟神说, 他死了我为他祈祷, 他说你要为他祈祷, 叫他活过来, 他真的去群去祈祷, 他真的去群去祈祷, 跟那些人说, 他说我要为这个人祈祷, 那个人已经有块大的胶布, 不是那些炎手的胶布, 一大块那些, 蓋住他的胶布, 蓋住他, 已经废了, 不想人看到他的尸体, 就跟他, 蓋住他, 他说这个人已经死了, 是没有可能的, 没有可能你怎么为他祈祷, 但是他说我一定要去为祈祷, 好了, 为祈祷的时候, 他就唱这首歌, What a friend we have in Jesus, 这首中文都有的, 耶稣恩有, 好了, 他唱的时候, 那个死人开始跟他唱, 他立刻跑去, 这本书是90 minutes in heaven, 有故事的, 也有电影的, 他就跑去说那些救商员听, 他唱歌, 或者他说我不清楚他说什么, 或者他说他现在生回了, 那些人说你神经的, 没有人理他, 他又走去第二班人, 他现在唱着歌, 他现在生回了, 他有人说不可能, 不过他说得多, 结果走去看, 真的生回了, 真的他死了90分钟, 90分钟死了, 是正常的, 他在网上都有见证, 这个是很特别的, Heaven is real, 又说到个小朋友, 死了之后上天堂, 他后来有一天跟他妈说, 他说我那个姐姐, 我妈说是, 你有个姐姐, 他说不是这个, 还有一个, 我说怎样做一个, 他说我在天堂那时, 他抱着我, 抱着我很多次, 他整天都抱着我, 他说, 在妈妈的肚中死了的BB, 就是一个流产的BB, 那这个小孩呢, 根本是未听过这个, 有这个姐姐的, 但是呢, 他上天堂见到, 并且呢, 他上天堂见到他的太爷, 他爸爸的爷, 他的太爷, 他太爷还跟他说, 关于他和他爸爸一起做些什么, 他和他爸爸拿一些照片出来, 他可以认回太爷的样子, 那这些都是一些上天堂的经历, 其中有一套电影呢, 就是这样讲的, 在香港都拍过的, 就讲到一个, 一个女仔呢, 她呢, 就是消化严重不良, 一吃东西, 马上会吐, 所以是很严重, 很严重, 她用靠钓猴来生存, 她就爬上一棵树那边玩, 她又没有想到一棵树呢, 那棵树是死了, 即是一棵树, 人人觉得它很坚壮, 怎样知道中间是空了的, 她就上到一个地方, 坐在那里, 一蹲一蹲跌下去, 几十尺远, 那他跌下去呢, 实死了, 他们见到他都是死了的, 但他说他下来的时候, 是有天使接他, 他又见到耶稣, 接着很奇妙, 他这个消化问题完全没有了, 完全好了, 这是另一个电影在香港曾经拍过的, 都有不同的这些电影, 有不同的见证给我们看到, 真是有些人去过天堂, 也有去过地獄, 也有些影片, 但我这样说, 有很多人研究他们是有偏见的, 他们不将地獄那些讲的, 他只是告诉人, 你死了就会很开心, 所以你不用担心, 死是不用怕的, 其实这是谈话, 因为他们不信耶稣, 所以他们会说, 他们只是好那些, 但有些科学家都将这些, 去地獄的情况说出来, 但他们避免这些, 少说这些, 好, 那些讨论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你关不关心你住的屋呢, 你现在住的屋呢, 还有你有没有听过, 有真实这些经历, 我本人都有见过病人告诉我, 他动手术的时候, 他去到一个很光明的地方, 因为我曾经做阮目, 一路可以赚钱, 可以带领教会, 见到病人, 有个病人说, 我动手术的时候, 我去到一个很光明的地方, 这是我亲身听到的经历, 这些人去死了, 灵魂出竅, 看到周围的事, 看到去到天堂地獄, 也有其他东西, 就是有人将这些字, 写在屋顶那里, 那些字是不合理的, 即是不合理的, 即是好像怎样呢, 譬如说, 我们飞去, 人能够飞去天上, 飞去太空, 这些是不真实的东西, 他就写这些字句在上高, 跟着那个人死了之后, 復活了, 他说这个字, 那时我在我们教会, 在天水围那里, 也有一个教友跟我们讲, 他说他爸爸曾经死过, 他就怎样呢, 被人放在庭司处, 在他那个时候, 让我想一想那件事情, 在他那段死的时间, 有另一个人死了, 让我想一想, 大约是这样的意思, 可能我那细节不太清楚, 他说太久了, 他说, 总之有一个死了的人, 就来找他, 而找那个人, 是在他棺材那裏穿那件衣, 他就穿那件衣来找他, 他说了那件衣, 就是那人在棺材那裏穿那件衣, 还有一个天使来, 跟他沟通, 跟着就告诉他, 他爸爸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我以前在天水围有个教友, 他爸爸在乡下有宣教士来, 他们很好奇, 跟着就去听宣教士, 跟着信耶稣, 他爸爸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就说在他死的时候, 就有天使来探他, 跟着天使跟他说, 他说现在我要去救那个BB, 他说出个名字, 跟着他爸爸救回后, 他就说天使要去救那个BB, 他的家人就告诉他, 是, 那个BB曾经死了, 就是后来生回了, 所以这个亦都是当时, 即有两件事发生, 是证实他真的, 在当时有另外的人死了, 跟他有接触, 还有天使跟他有接触, 这都是一些个人经历, 在这里当中, 有没有人听过, 你认识的人当中有这些经历, 有没有, 举手看看有没有, 你们没有什么, 可能我做牧师, 就是接触的人多, 所以有时这些人跟我说, 好了, 如果你认识这些经历, 上网其实很多很多的, 你可以跟他说, 就是帮他, 不过因为中国人很忌, 就是死的, 所以你就可能用离开世界这些字眼, 就是给他思想一下, 离开世界会怎样呢, 好了, 跟着第三条问题, 你既然关心几十年的住处, 你会不会关心永恒的住处呢? 其实这件事很严重, 很严重的, 曾经有人, 他太太信耶稣, 丈夫不信耶稣, 他叫我向他传呼, 他是不想听, 他直接入手, 不要说了, 我就跟他说, 我说, 我跟你说是很紧要的, 你没有多久, 你会见到天堂一地狱, 对你很紧张, 很紧要的, 你要关心这件事, 但这个人是没有关心, 是很可惜的, 他不肯再听我说, 是非常可惜的, 有些人会不关心, 但有些人会关心的, 其中呢, 以前有一个人, 曾经参观我们聚会的, 他现在去了加拿大的, 他的老爷奶奶, 他老爷是道教的, 建了一个道教的庙之类, 总之建了一些道教的建筑物, 他老爷临死的时候病, 在医院, 他就说我经常见到火, 即经常有火在周围, 于是这个教友就请我去, 为他祈祷, 他祈祷, 他再不见到火, 他们就信耶稣, 另外后来他的太太, 当时也很抗拒, 但他太太我跟他祈祷, 他每一次都答我, 他说你跟我祈祷, 立即觉得很舒服, 他太太又信耶稣, 即是他两个老爷奶奶, 两个都是信道教的, 并是好心好心的, 他老爷临死的时候见到这些火, 所以令到他有心去尋找神, 其实我们有时都会经历这些事, 也都有人跟我说, 有些人临死的时候, 经常有些邪灵搞妖他, 经常有些鬼搞妖他, 这都是其中我们可以跟他说的东西, 就是一个人临死, 是真的有邪灵来的, 拿你的灵魂去地狱, 很惨的, 所以你一定要信耶稣, 你会关心你永恒的住处呢? 而神的住处, 天堂是很快乐的, 在马太25章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身天身地没有痛苦, 没有眼泪, 没有疼痛, 没有哭号, 那里再没有咒座, 那你想不想去身天身地呢? 这些都是一些我们可以跟人谈的主题, 其实我作为阅目, 当时是不准传呼音的, 不过我试过跟很多人传, 已经偷偷地传了, 他们真的有些心改变, 亦都很欢迎我, 有些很欢迎我, 看到我就笑, 很想我为祈祷, 他真的祈祷觉得舒服, 是当时来说, 神不用我祝福很多人, 另外, 真是人有死予, 真是死了之后有经历, 有凌迷出效, 有去天堂有地狱, 而圣经就说, 圣经就说人可以面对审判, 人人都有死死又且有审判, 希伯来书9章27节, 马太16章27节, 就说到耶稣照各人的行为报应, 就是我们所有行为, 我们有没有怒人, 讲大话, 有没有淫念, 有没有贪心自私, 有没有欺骗, 有没有伤害人, 得罪人, 这些都是要接受审判的, 没有耶稣的赦罪就进入永刑, 那耶稣为你的罪, 钉十字架, 你想不想耶稣赦免你的罪, 将永生赐给你呢? 而路加16章19到26节, 就说到拉撒路, 才主要拉撒路, 就说到人在地狱, 是永远受极大的痛苦, 那你能够将你的手放在火上一分钟呢? 我真的没有人会这样做, 但是在地狱是永远烧, 而永远都不死得, 永远烧了又不会化为灰, 不会的, 是依然永远在火里面, 你想不想脱离这个永远的刑罚呢? 而且你了解并没有损失的, 我们要解给他们听, 你不用一定要奉献, 我们不是逼你奉献, 我们不是关心你的奉献, 我们关心你去到天堂, 你会关心你自己将来真的永远的沉沦, 不过我真的告诉大家, 我见过很多人跟他说完, 说来说去都是没有心的, 但也有些人有心的, 尤其是小朋友是更加好的, 所以学那个福音魔术, 都是一个方法, 就向小朋友是更加有效的, 最后你想不想知道怎样去天堂呢? 方法就是信靠耶稣悔改, 信靠耶稣做我们救主, 承认我们一切的罪, 求主赦免我们, 还有谁会去地狱, 有些人说那些犯罪, 那些犯法的就去地狱, 圣经说不只是犯法的人, 人都有罪, 任何罪人都要去地狱, 这个经文都可以用来建立灵命, 大家粗练可以建立, 全福音也可以, 建立灵命也可以, 也可以使用上面的问题, 加上以下的问题, 就算基督徒我们都问他的问题, 你肯不肯自己去到天堂? 我们需要问, 真的有些基督徒说了信去教堂很多年, 是不肯定的, 还有有些基督徒是怎样呢? 信就可以了, 你听他的语气, 你觉得他真的不认真的, 他不觉得耶稣这么宝贵, 不觉得这个救恩这么宝贵, 其实他很可能, 他只是一种口头的信耶稣, 不是真心的悔, 可以信靠耶稣, 我告诉他, 忧伤痛悔的心, 这些不轻看, 人为罪忧伤痛悔, 神就会欢喜, 就会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都接待耶稣, 不只是口话信就算了, 而是真是接待耶稣做我的救主, 耶稣说我需要你, 我正在捉耶稣, 用一个比喻, 如果有人跌到海里, 或者很大浪, 或者很大的河流, 然后有人扔绳来给你, 或者扔了水泡有条绳在那里, 你会捉住水泡呢? 谁人都会捉住, 你会这样捉住耶稣? 也就是说耶稣是唯一的救主, 有些人说我现在未信到, 不要紧, 你便研究, 圣经很多证据, 预言, 科学性的证据, 考古的证据, 经历性的证据, 死后地狱, 灵界的经历, 邪灵的经历, 这些全部都会证实, 神是真实的, 是证实真是有邪灵有魔鬼, 真是有天堂地狱, 人死了, 是有灵魂会永远存在的, 你会不会关心呢? 真是有很多人不关心, 不过也都一定有人关心, 所以我们放心去做, 其实今次这个方法, 我觉得会比较多些人可能会思考的, 我们最好的方法开始是问他, 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神, 你有没有想过人, 到底我们永恒在哪, 是否真的有天堂地狱, 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问他有没有想过, 不要问他信不信, 你有没有想过, 有些人问我, 有想过, 那你有想过有何结论, 我都是不信, 那你可以问他, 你为何不信呢? 有何证据证明你, 这件事是没有的呢? 你会不会想了解, 有何证据证明是真的呢? 基督徒, 你能否肯定自己去到天堂, 我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得救是靠信靠耶稣做救主, 要是靠行为呢? 很多基督徒都说信靠耶稣做救主, 但信心无行为能否得救呢?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因为圣经讲到信心无行为就是死的, 而且讲到, 如果人将他恩赐埋藏在地里面, 一千人赐埋藏在地里面, 他是要涌在外面, 坑垣里面在那里哀哭设耻, 即是不能去到天堂, 没有做好事在主的底下身上, 就是没有做在耶稣身上, 也要进入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永火里面, 即是人没有遵从神的时候, 没有侍奉神的时候, 是可以不得救的, 马帝七章21到23节, 凡清奉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到尽天国, 唯独什么? 遵从我天父子的人才能进去, 当日有很多人说什么? 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并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 耶稣说什么? 我实实在有的告诉你们,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因为他跟耶稣没关系, 有些人口头说信, 或者坐在教堂那里, 有些人坐在那里睡觉, 有些人坐在那里想想其他东西, 有些人只是听到他喜欢听的东西, 或者听到又不应用, 这真是有些基徒是这样的, 我们都去帮助他, 我们信心得救不是靠行为, 但得救如果没有行为有什么后果, 如果是零行为, 完全零行为, 有些人说我有少少, 我有做过少少, 做过少少可能是紧紧得救, 紧紧得救有时我们判断不了, 因为他到底这个行为是别人一起做便做, 既然奉献袋买到便放些钱进去, 即是一种好像不断移, 我有些什么教会我做便做, 但这个心是没有一种荣耀神, 没有一种侍奉神的心的时候, 我们不判断到, 神判断到, 即不是我们判断, 但有人真是他表面做, 他表面做, 但他内心无真心悔改凝罪, 他是可以不得救的, 当然有些更加离谱的就是他, 他直接无兴趣讲耶稣, 无兴趣祈祷, 那些真是很有危机存在, 所以我们见到基督徒时, 我们都帮助他了解, 真是有天堂有神有地狱, 你会否肯定你自己去到天堂呢, 其实不是靠行为去天堂, 是一定信靠耶稣做救主, 但我们信靠耶稣做救主, 就一定有行为的改变, 因为圣灵住在心中, 我们就会感激神,爱神, 亲近神,遵从神, 侍奉神, 这就会贴出的果子, 然后问, 行为和得救有何关係呢, 有没有人口中说信主, 但他地狱的呢, 会不会呢, 是会的, 因为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是会的, 是会的, 称呼我主呀主仁, 不能都尽天国的, 那完全无行为呢, 完全无行为是不得救的, 有些少行为是怎样呢, 神判断, 因为不知他的行为是出于真心信靠耶稣, 还是好似跟人去做呢, 我们不知道, 当然我们不是判断他, 只是想帮助他清楚肯定, 好了, 马太二五章有一节道说到, 若留善由忠心的仆人, 可以尽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以及不祝福主的弟兄业, 进入为魔鬼和使者所预备的永火, 你想成为由良善由忠心的仆人呢, 你想成为神使用的仆人呢, 可以祝福人呢, 这就是我们可以去帮助他的, 好了, 下一点就是, 我们什么都要交账, 即当人犯罪, 或者遵从神的时候, 有没有想到这些行为在神面前会供出来呢, 凡人所说的行为审判日子都要供出来的, 那我们怎样能够在审判的时候是被称赞, 这个就是我们面对神, 经徒来说就是面对神将来对我们的审判, 到底我们的行为是神称赞, 要不是神称赞的, 那你也有没有想到你的家人朋友, 有很多人都要去地狱, 你会否做什么去帮助他信主和跟从主呢, OK, 以上有些就是用这个主题, 到底人死是否如登灭, 有些基督徒是不想天堂地狱, 是不想的, 真的有些, 我见过有些, 他是不关心的, 我试过去教堂讲道, 我说有几个人肯定去到天堂, 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有几个人回家会祈祷, 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是有很多基督徒不肯定的, 那我就说, 你真心想耶稣救你, 耶稣就救你, 你真心悔改, 耶稣就救你了, 那这样来说, 你有没有真心悔改? 都是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举手, 就是你真心想耶稣救你, 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是可以帮助人悔改, 即未信的帮他信主, 信了主的就帮他更加成长, 那我们跟着分组的时间就是, 你就可以练习了, 每个人都可以练习, 那些问题我已经传过在群组那里了, 那你可以再传一次, 给其他人再立即收到, 那在分组的时候就可以练习了, 就可以练习了, 譬如你说我选择, 就是向未信的人传分, 那我就用这个方法, 那我简单地说, 如果传分怎么说呢, 你觉得你住的屋, 譬如漏水, 如果你今天家里漏水, 或者漏电, 或者没电, 你会很关心呢? 那如果你家里你关心, 你会不会关心永恒的住处呢? 你有没有想过有永恒的住处呢? 你觉得有没有呢? 有些人没有的, 没有的, 我们就告诉很多科学家都证实有这件事, 他们都研究都证实有这件事, 那你想要关心这件事, 就是知道你自己真是去得到天堂呢? 就是用这个方法, 也跟着就讲了, 那我们去到天堂是怎样去到呢? 有些人以为做好人, 我都帮人帮很多的, 但圣经说我们人都有罪, 一定是需要信靠耶稣做救主的, 而基督徒就是说我们所做一切都在神面前交双, 你在神面前的时候, 神是说你由良善由忠心去报仁, 或是你所做的都是草木何佳都要过去呢? 有没有人有问题想问? 好, 我们一起祈祷, 求主帮助我们, 首先我们这班人, 想到有一天我要站在神面前,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件事, 大家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站在神面前, 神会怎样跟你说呢? 神会说, 你真是有良事有忠心吗? 因为神会说, 你口就说爱我, 不过你的行为真是太少了,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我一起起床, 亲爱的父母, 我们多谢你, 因为神你是永活的神, 我们人, 我们有一天都要面对神的, 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都反思我们的生命, 到底我们是生命献上给神用, 因为我们的生命很多时是盘懒不结果子的, 很多时是浪费在宴乐之中的, 浪费在饮食呀享受里面的, 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悔改的心, 真是说, 神呀我愿意给神使用, 我愿意将生命献上当作活祭,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心以更生而变化, 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 顺存可弃的旨言, 求主帮助我们将身体完全献上, 将生命献上我们可以拯救很多的灵魂, 可以帮助很多人灵命更生, 可以被神大大使用, 求主使用我们的生命, 这一阵你可以向神举手, 如果你想, 神呀你使用我, 你向神举手, 你说神呀, 你开声跟神讲, 神呀我想怎样给神使用, 神呀我想你怎样帮我, 我想你怎样提升我生命, 求主临在我们当中, 求主更生我们, 改变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 求主越纳我们的祷告, 帮我们真是说, 神呀我愿意, 不要浪费生命, 我们为主做的, 是神一定喜悦的,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哼哼, 为主险, 人民与月与末童, 出了过尺寥的黑人了, week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